大家好,我是鸿儿 教咱们来做椒麻手丝鸡 口感微辣,微麻 做法简单好吃 我准备了一只三黄鸡 一个大鸡腿,还有几个鸡翅 先加清水泡两个小时 这一步可以去除血水和异味 接着我们准备30克青花椒 50克干辣椒 加清水泡30分钟 然后捞出来沥干水分 接着把泡好血水的鸡拿出来 再把鸡的角质夹剪掉 然后把鸡脚也砍下来 接着把泡过的花椒和辣椒 转一半到鸡肚子里面 再加一大块生姜 最后用竹切把鸡肚子封起来 其他的鸡腿和鸡翅就不用特殊处理了 接着起锅热油 开始炒调料 一勺豆瓣酱 三片生姜 两勺剁辣椒 炒一下后把剩余的花椒和辣椒也倒进来 翻炒出香袜后再加一个卤料包 没有的话可以加八角 香叶 桂皮 桃果 这些大料 主要是增香的作用 接着加盐 糖 生抽 老抽 翻炒均匀后 直接倒入半锅清水里面 再把处理好的整只鸡都放进来 大火煮开后 转小火 再煮30分钟 大鸡腿和鸡翅 最后10分钟加进来 煮好后 关火再焖一个小时 味道可以更好地进去 吃起来会更香 更入味 又麻又辣的焦麻鸡就做好了 软烂鲜香又入味 吃起来非常香 撕成小块砖盘 就可以端上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